原家龙兴旺不衰 原来的原因有赖于它地理位置与环境的优势 北有八城港口 南有吉隆坡国际机场 且临近吉隆坡等各大城市 在2010年 村内各社团齐心协力竖起一座新的牌坊地标 正面的银帘上写着 原理由美近月远来和地家 村外无家日新月异与天龙 象征着原家龙新村的精神与展望 而今村民积极推展系列文创活动 以相约幸福村为主题的社区营造 就此展开 每个新村都有它的特色 那我们自己要找出我们新村的特色 第一新村风味 这个原家龙新村是福建人为主 所以还保存传统的福建味 所谓的古早味 第二呢 我们这个新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房子 它更是一个渔居的一个场所 第三的是我们的人文风貌 这个地方是要打造成渔居 当然渔居不足够 还要渔商 就是年轻人要回来 再来就是就要有渔游 意思说我们的村民 或者新村的村民的人文素养要提升 所以这个是我们积极 在这几年想要把它打造出来的 每一当我们出去外地旅游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都到别人的地方去旅游 为什么我不要把旅游带回来我的村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心愿就想说 我要带动我的村的旅游 我把我会的尝试 把我会的故事慢慢地引述出来 让更加多人听到 我们人家农村 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复界文化的新村 真的人家那种老族 我们还可以保留这样子的一个文物的这个价值 我们所谓的非物质文化云产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被值得保留下来的 其实呢我希望呢 在文创和新村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 怎样说 新村的文化连接在一起呢 因为呢 文创呢 它是给一个旧的事物 一个新的生命 就好像一个老屋 大家看起来就好像就是一件很老的事情 但是我们给它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很多人 我们还没来这里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说老屋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老屋呢 可以有很多很多创意 我们可以把它形成 各式各样的文创的一种主题 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原家楼当地有数十个大小规模的庙宇 当中百年庙宇 华丽转身 铜锣庙 即原家楼万寿公 近年来设立了庄严堂皇的山门牌坊 成为新的旅游景点 1965年就是我们在仁家楼有四间小的神庙 第一间是渝虎大人 第二间是铜楼庙 第三间是吴德英侯 第四间是南海观宁寺 那时候啦 有那个法令很难申请到准证啦 还有1年4次要求募那个款项 来做那个大戏劳力商台啦 后来他们就决定把时间联系在一间 来建这个万寿公 在每年6月23日就是庆祝那个庙庆 这120年来我们的乡火最特色的一点就是 因为本庙是以官宫派草药为主 不只是单单人村 甚至外地和国外的都慕名而来 近年来除了工业林立 由二代继承的商业也开始进行创新 将品牌冲出新村 吸引外地人慕名而来 也同时带动村里人创业 这不仅保留传统美食手艺 也将新村特色发扬光大 当时我们手工包也没有名字 所以我在2016年借手的时候呢 就注册了这个 现在看到的这个红家手工包房 希望说我们用现在的 这一个先做先卖的方式呢 让这个新村人一直可以保持吃着这一个古早味 然后还可以让更多外地人来到 人家荣兴村的时候呢 可以吃到这一个幸福的味道 通过产品来推广自己的家乡 这个是一个在不断地在市场跑动的时候 所得到的一些心得 把传统工艺现代化的经营 同时还可以推展到我们本地的一些经济 这样的过程也可以促进到 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让我们有更多的伙伴可以在自己的家乡继续发展上来 那时候妈妈是以前是一个人驾着摩托 四处去推广那个鸡蛋糕嘛 所以after我们就是自从我们搬来门市过后呢 有了这个acting的品牌 推广的方式我们也到了批发的市场 从普通的纸袋到目前我们现在有的经营包装 大家都已经认可了我们这个acting的品牌 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我本身是一位素食者 想要在本村推广素食文化 刚好遇到幸福村工委会 也要推广本村的文化 于是我们就一起合作 在文化馆设立了这个幸福园素食 原家龙幸福村工委会进入第十个年头 积极推动社区亲善交流 迈向团结社区 有更多的文化联谊活动 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姿多彩 共存共荣 我可以看到那些人和人们 特别是中国的社区 印第十个社区 在美国的社区 他们都很联系 他们是一声 他们都联系 所以我们就不断 使用性和 religion 我们不能看到这些人 因为我们在吃饭或吃饭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社区 都在一起 享受的食物 这就会看到 我们不能看到其他地方 这就会看到我们 我们在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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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幸福的步履 一步一脚印 树袋传承的幸福 献给人家楼 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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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相约在幸福上